我在上星期五 聯同特區政府官員 以及29位香港工商界代表 到深圳出席 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召開的2024年 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 夏寶龍主任出席座談會 這次的座談會有特別意義 主題十分明確 就是要以實際行動 推動香港更好發展 夏寶龍主任在總結的時候 對香港工商界 在香港繁榮穩定 國家建設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給予肯定 夏主任的講話有四個重點 大家是需要關注和重視的 第一 要深入學習領會 習近平主席 給組織寧波的香港企業家 還要回信精神 堅定對香港和國家發展的信心 主動釋變應變求變 夏主任指出 香港工商界和企業家 要正確認識自身事業的發展 和香港發展和國家發展的關係 明白 國家發展好 香港發展好 工商界和企業家的事業 當前香港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 香港面臨不少挑戰 也迎來很多新的機遇 香港工商界和企業家 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應當容與擔當 挺身而出 第二 夏主任提出建設美好香港的六個需要 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和意義 這六個需要是 需要堅持以港為家 以港興業 鞏固著提升好香港的傳統優勢 需要積極探索生產業的新業態 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需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落實 長遠發展規劃 拓展發展新空間 需要堅守企業社會責任 為增進民生福祉多做貢獻 需要堅定愛國互港 面向海外講好香港故事 維護好香港國際形象 以及需要主動對接國家戰略 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貢獻國家的同時 推動香港更好發展 第三 要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和貿易中心地位 並大力推動創科發展 加快旅遊業態升級 發揮國際優勢 夏主任表示 香港一定要繼續在港這個字 做文章 建設好六、海、空三個港 壯大創科產業規模 加快旅遊業態升級 並發揮國際聯繫廣的優勢 積極舉辦各類國際交流活動 第四 夏主任對香港各界提出三個相信 相信香港工商界人士 一定會繼續發揮推動經濟發展 主力軍作用 相信香港特區政府一定會設實履行 當家人職責 以更大決心 更實舉措 更強的執行力 積極穩妥推進各領域改革 相信香港社會各界一定會當好同行者 而且在特區政府的大領之下 立足各自領域、各自崗位 澎釀正能量、發揮好作用 提升香港社會的發展合力 共同建設美好香港 夏主任相信特區政府 和包括工商界在內的香港社會各界 一定會同心協力、拼搏努力 成改革東風、找時代機遇、繪發展新篇 特區政府作為特區的當家人 有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 我們責無旁貸要主動作為 政府制定政策和落實工作 並搭台寫好發展劇本 演好這部戲要靠社會各界 主角更加是工商界和企業家 他們不是旁觀者、不是評論員 必須自身主動作為、助言起行 我感謝夏主任為香港的未來發展 指名路徑提出方向 我和團隊會總結這次座談會的內容 凝聚工商界力量 讓愛國、愛港情懷轉化為實際行動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齊改革 同發展、同發展、為民生見未來 我的同發展、為民生的散發展 為民生的散發展、為民生的散發展 並且為民生的散發展